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朋友 这样一个晴朗的夜 简直就是为足球比赛量身定制的 王朝和苏东将连妹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比赛解说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葡萄牙女队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竞技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只比衡量高了那么一点点 再有下次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老家慧 快找来眼睛 本来不及了 球碰到了人墙没能绕过去 接下来啊是一个角球 球直接往进去离开 没能解围啊 交给了吴海燕 杰西卡歇尔瓦 将球铲出底线了 对方得到了一个角球 打了个战术角球 转向了进区 防守队员及时把球断下 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 执行的非常坚决 这个拼抢裁判没有吹 打破拼击的机会 漂亮的铺交维基解除了 这真的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吗 杰西卡歇尔瓦 多罗雷斯歇尔瓦 不可能被扑出来的 当他能做出这样 飞尘铺球的时候啊 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只能对舍本的队员 说声抱歉了 因为这个门将 实在太出色了 先把球控住啊 机会来了 门将这次啊 该做的都做到了 是的 他的水平还真放在那儿啊 对啊 这个角球掉到了进区中间 门将没有让球轻松入网 长转转移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没能制造威胁 张瑞 防守队员在进区边缘 阻止了这角射门 反规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这次很走运啊 裁判没有给牌 只是口头警告 要小心 裁判的耐心好像已经用完了 他对自己这个脚法 是不是太过自信了 这么远的距离 您都敢直接射门啊 这个人一球没有任何威胁 阿玛多 安德里亚诺顿 危机解除 这次拦截做得很成功 张瑞 唐嘉丽 应该能传到位 就被门将拿到了 杰西卡歇尔瓦 阿玛多 这次进攻啊 推进的很不错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领先的机会出现了 危险还在 啊 解除了 便才举其示意越位了 虚惊一场啊 这球越位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一个横传 传到禁区里 这里有队友接应 这次进攻 只能无功而返了 杰西卡歇尔瓦 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 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 唐嘉丽 王霜 王霜一脚精准的传递 看看王珊珊怎么处理 好球 这球终于来了 再来欣赏一下这次进攻 传得好跑得妙 没有阅位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直飞往窝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变零 传给了王珊珊 能改写比分吗 球要进了 他们以训练不进二道零指示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这球直奔球门上脚 守门员很无奈 这球要想扑住难度太大 对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罗阿娜 马尔圣 塔迪亚娜平拖 防守队员及时挡住了对手的进攻脚步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 门将这次要好好感谢他的衡量 这样中门大开的球 说百发百动 都是谦虚的 球一直就在他们进去内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都没能消除威胁 当然最终会付出代价的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将球大范围转移到了另一边 往双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执行得非常坚决 玩家把球挡了下来 一脚高射炮 塔迪亚娜平拖 哨声响起 双方上半场的对决 暂时告一段落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看看双方在下半场 他们的表现吧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场边有替补队员要登场 汉城华丽的脚下动作啊 这防守队员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是的 控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球进了 分岔被拉大 他们现在领先两球 进球的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最后的这条推设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这次啊是一个接外球 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看看是谁碰出去的呢 球权没能延续下来 交给了对手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传给了王珊珊 手传下了后门柱 好球 非常精彩的凌空周车 打得太棒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而对方的门将 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1 这脚穿越球啊 目测能找到队友 这球没能过门将这关啊 这种铺就复合大家对他的期待 嗯 运气不好就高了一点 卡罗莱 科斯塔 安德雷亚 诺顿 塔迪亚娜 平脱 双妹子往上拿球 距离很近了 这个抢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他一路向前盘带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啊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反击的时候到了 球丢了 反击失败 边路现在很空啊 一脚船舟给到禁区 一次成功的结尾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二十五分钟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前点 安德里亚诺顿 这是在和门将做穿球练习吗 一脚之贼直接打穿防线 接下来球开王双的了 那是个和门将单对单的机会 没想到啊 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啊 下半场过去了二十五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 让对手失去了对球的控制 主则伴现在是在利用进攻有力的规则 没有吹停比赛 船中被处理掉了 大安娜先吧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刚刚才说啊 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破坏了攻势 啊 不给面子 往刹 拐着四 卡罗琳娜门得四 这个上枪把球碰出了底线 脚球 直接把球罚到了进区里 这球被门将扑到了 这样的投球都能扑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 脚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他把球带向了对方球门的方向 什么角度不好 被封堵了 脚球开出来 是往前点给的 哎 多好的波门机会啊 这还是越位了 几乎是体毛级别的越位啊 王珊珊 应该能打进吧 又一个 现在是四球领先了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将 哎呀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啊 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一脚漂亮的直塞 这是个好机会 结果啊 就是没有结果 折射之后出了底线 脚球 文将双手把球拿到 王珊珊 张鑫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他选择自己带球 继续向前推进 这次扑就不错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这球直接顶给了门将 你看看 这门将几乎没有动 把球就收了 对 好球打门了 这个射门角度太正了 直接被门将没收 网珊珊 护时只有两分钟 来到了禁区边上 全场观众开始沸腾 高喊涮门 球进了 帽子起法来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 三个还不是终点啊 他可能还会进更多的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接下来这招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塔德亚娜平脱 比赛结束了